中兴往北京 7月10日电 记者宋与盛本州 中国大部分地区将遭遇考验 热浪同时持续袭击南北方 对于高温酷暑 现代人可以开空调 吃冷饮 再没有空调 没有冰箱 甚至连电风扇也没有的古代 贵为一国之尊的皇帝 如何度过遮掩延夏日 资料图 如今 故宫兵教已开辟为观众服务区 中兴设计者 杜阳设寝殿 用冰降温 虽然没有冰箱 但古代帝王在夏日确实少不了 用冰来降温 故宫中就有清宫藏兵用的冰窖 只是这里已成了游客服务区 这些冰窖东西宽约6米 南北长约11米 窖底下沉地面以下约1.5米 能存冰5000余块 为半地下拱旋式 遥东式建筑 据史料记载 就是立东过后 此进城外的桶子河 就要涮河进水 先把水草杂物等清除掉 再把拂面上的脏水放走 最后用木板蹲住临时把蓄水 待到冬至后 冰冻结实 顾名夫伐冰 伐时要选取冥进监后的冰 切剁成1匙5寸剑方 然后拉到冰窖 整齐的马放 到了盛夏时节 这些冰便会被取出 放到宫中居所 宫皇族消暑降温 太监谈网路中就记载 慈禧所居之殿 东则安火 夏则安兵 资料图 圆明园水面上的荷花 中兴设计着崔南社宫殿中的特殊设计 除了在居所内用冰镇法降温 清代皇帝宫殿也有特殊的设计 皇帝起居的寝殿 一般都有回廊 夏季党与遮阳 有研究指 清宫中凡是庆宫 都是枝斋窗 外延挂唐莲 夏天时在早上9点钟 就把唐莲枝窗放下来 外面的热气进不来 可保持室内凉爽 到下午6点钟 太阳西下 把唐莲卷起 枝窗枝起 凉风进到屋内 此外 清代皇帝在盛夏时节 也常常离开皇宫避暑 而这些皇家园岭内 会有一些特殊的降温设备 圆明园中的水木名色 就是这样的例子 该店将水引述电雨 模仿西洋水法 利用水力推动风扇 水生缠缠中 还有凉风 可算是避暑那凉的绝佳地点 资料图 夏日气高温逼人 如今民众 在水上乐园泄水成为 常见的消暑方式 中兴设发央波 设皇帝 亲自设计风扇事实上 风扇不仅 旨在圆明园存在 古代也被广泛用于宫廷 而且可不只是手摇的扇子 这么简单 清代内务府档案中 曾有雍正帝命人 制作风扇的相关记载 工匠做了楠木 架铁性风扇一架 上安小雨扇六把 雍正帝可能觉得 做得不错 还要求再做一份 并直言 架子矮着些 安大些的雨扇 再将奎黄沙风扇 做一份 此后 雍正皇帝还只是工匠 制作了一款拉绳风扇 他甚至为此下旨 亲自设计 将后岩墙拆开 绳子从床下 透出墙外转动 做一架 照墙洞大小 做木板一块 已被天冷堵塞 有了风扇 即便夏季不外出避暑 想必也能缓解暑者 资料图 冰镇瓜果 陈超设冰镇食品 相当普遍以上的销鼠方式 基本还都陷于皇家宫中 而冰镇食品在清代 已相当普遍 寻常百姓 也可异常清代京都风俗 至终记载 福日 人家有时圣传 易于平视者 未知贴福标 或以此日期 有舍冰水者 或有煎酥叶 或香叶 甘草等汤 于市中设之 未知属汤 那时在福天 有人喝冰水 有人煎熬酥叶 或叶 甘草等汤 称之为属汤 还在街上出售 不过这是 京城百姓的销鼠方式 宫中的御医 在夏季也会开出 萧薯的中药方子 如香煮汤 薯汤等汤器 还有香煮丸 或香蒸汽丸 青薯液气丸等丸药 宫女谈网络 一书中 宫女和事 对慈禧太后夏日 萧薯有如此描述 宫里头出名的 是零碎小吃 秋冬的蜜饯 果腐 夏天的甜碗子 甜碗子 是萧薯小吃 把新采上来的果藕芽 切成薄片 用甜瓜里面的羊 把子去掉和果藕配在一起 用冰镇了吃 此外 还有回忆文章显示 慈禧太后 在躲避八国联军 出逃陕西时 还曾要吃冰镇酸梅汤 可见 不论皇家 还是百姓 夏季时用冰镇食品 都相当普遍 玩 感谢观看